全球大視野中天的優質國際新聞 我們開會員囉 歡迎大家 加會員成為全球大視野的一份子 支持應援123 訂閱按讚加會員 全球大視野直播線上見 美國被說在第一島鏈 根本不敢跟中國大陸正面衝突 尤其是大陸軍事實力 已經跟美國拉近了 根據美國戰略和預算評估中心 發布的研究報告顯示 大陸在2030年 將會擁有5艘航母 還有10艘的戰略核潛艇 甚至也提到 大陸將會擁有18架 傳說中的轟20 大陸轟20真的要橫空出世了嗎 引發各界好奇 另外報告還說 美軍到了2030年 只剩下水下優勢這一個優勢 所以轟20真的要來了嗎 之前來看到大陸東部戰區 在沿海軍演的時候 來看到這位解放軍的孟祥青少將 在多次央視的節目當中 提到了轟20 還有美國媒體國家利益 他也表示說轟20快要首飛了 甚至可能會在2022年的年內進行首飛 最近這一位大陸空軍的軍官 他手持這一個呢 就是轟20的模型的照片 更引起關注等等的深度分析 尤其這個轟20他有一個垂尾設計 垂尾設計待會好好告訴你哦 大勝美國的B2隱形戰略轟炸機 另外美國不斷的操作打台灣牌 派官員訪問台灣嘛 但是歐盟的外交與安全政策高級代表柏雷利 他態度卻完全不一樣 他說呢如果台海爆發的危機的話 歐盟可以扮演調解人的角色 他同時也表態說自己跟歐盟委員會的主席 馮德萊恩都沒有計劃訪問台灣 他還呢說裴洛西你有權去你想去的地方 但是你有權如此是一回事啊 時機何事與否又是另外一回事 是說裴洛西在挑釁中國大陸 兩岸呢關係蠻緊張的 但是澳洲人居然比台灣人還要擔憂呢 大陸短期內會對澳洲動 你看這是民調的部分 澳洲的民調顯示呢來看到 台灣先說 台灣是有每20個受訪者當中呢 有一個人擔心 相信大陸呢會進行武力的襲擊 但是在澳洲卻是呢 每10個人 就會有一個人對此是感到憂慮的 怎麼會如此的結果呢 等等告訴你 俄烏戰爭8月24號就會屆滿半年了 烏克蘭超級緊張的 表示說呢俄羅斯正在怎麼樣 正在為8月24號 烏克蘭獨立日準備驚喜 俄烏的局勢因為呢 這一場暗殺案格外引發焦點 這是俄羅斯的知名思想家 被譽為是普丁總統的大腦 也就是杜金 他的女兒 杜金娜 他死於汽車的炸彈攻擊 俄方認為呢 這一起暗殺跟烏克蘭脫不了關係 但是烏克蘭是否認的等等來說 首先頭條來看到是 台灣絕對是中國大陸核心的利益 對於呢核心利益啊 是敢於亮劍 但是美國就是不退 不斷的派高官訪問台灣嘛 被說就是大打台灣牌 來刺激中國大陸嗎 但是您支持美國不斷打台灣牌 來刺激大陸嗎 來聊天室 寫下您的看法 借多留言以及按讚 我們來看到針對呢 美國印第安那州的州長 侯康安 他訪問台灣嘛 大陸外交部表示說 台灣問題就是 中美關係當中 最敏感 最核心的問題了 中國大陸敦促你美國在有關方面 恪守一個中國原則 還有三個 所謂的中美聯合公報的規定 相較於美國呢 歐洲選擇不刺激大陸 來看到這一位是 歐盟外交跟安全政策 高級代表柏雷利 他參加了西班牙一場 有關地緣政治的論壇時 他特別說了 說啊 這個台海爆發的危機 歐盟可以扮演 調解人的角色 他同時也表態說 自己啊 跟這個馮德萊恩啊 就是呢 歐盟的委員會主席 都沒有訪問台灣的計畫 柏雷利還說 他已經看到美國當局 就是因為呢 這個 裴洛西訪問台灣是多麼的不適 他還說呢 裴洛西有權去 他想去的地方沒有錯啦 但你有權是如此是一回事 時機合適與否又是另外一回事 他認為呢 裴洛西訪問台灣使得大陸 關係變得是尤其微妙 他還說西方國家要避免給中國大陸 一個加劇緊張局勢的藉口 對於呢 歐盟還有呢 美國的態度 您指指誰呢 是歐盟不刺激兩岸的問題 還是美國大打台灣牌呢 我們也來聊天室一起互動 其實美國被說在第一島鏈根本怎麼樣 不敢跟中國大陸正面衝突嘛 尤其是大陸軍事實力已經跟美國越拉越近了 這是呢 美國戰略和預算評估中心發布的報告顯示 他說中國大陸在2030年將會有5艘航母10艘的戰略核潛艇 以及提到這個我們講了好多次的 就是大陸會擁有18架的傳說中的轟-20 真的要橫空出世了嗎 格外引發好奇 另外來看到呢 轟-20首飛問題啊 之前呢 大陸的東部戰區在沿海軍演的時候 這一位解放軍的孟祥青少將呢 就多次在央視節目當中 點名提到了轟-20 之後呢 美國的媒體來看到也就是 叫國家利益 他就特別也點示出 轟-20快要首飛了 甚至呢 可能會在2022年年內就首飛 那陸媒呢 大國將令視頻 他就特別提到了 說其實轟-20呢 在目前網路上透露出來各種消息 他很可能早就已經進行所謂的首飛了 好那首飛呢 跟大眾想像的公開是非可是不太一樣的 好因為呢 所謂的公開是非 他意味著這款戰機的驗證 已經進入到了最後一個階段 距離量產的成品距離呢 已經沒有多少的距離了 而剛剛說的這個首飛呢 則是驗證的起步階段 而首飛的戰機距離成品還是有一段距離的 所以陸媒就提到 現在呢中國大陸殲-20 譬如說是殲-20來看的話 他當年是在2011年就已經進行了怎麼樣 2011年就進行了首飛 之後是歷經了多年的驗證的技術 一直到了2016年的時候 才在珠江的航展當中公開的亮相 所以以現在中國大陸官方 對於現在轟-20的各種的暗示也好 還有那個夢翔金少將 多次的提到轟-20的行為 這一款戰鬥機呢 可能呢在很多年前就已經首飛了 所以轟-20應該會不會在2022年內呢 進行公開亮相才對嗎 另外來看到是美國媒體還表示 美國這個B-21目前研製的進度呢 比較緩慢一點點 轟-20會不會比B-21還要更早亮相呢 對此美國軍方現在不想丟面子 一再的強調說 目前美國隱身的轟炸機 還是保持著絕對的優勢 不存在被超越的問題 你認為美國說的有道理嗎 是在壯膽嗎 也來聊天室聊聊 最近這一張空軍的軍官照片 手持轟-20模型的照片 就引起了好多軍事民的高度關注 一起來看看這張照片 非常關鍵 就是這一個軍官 這個被想說 這實際上呢 就是大陸官方在用另外一種呢 另外一種方式 公開了轟-20隱身戰略轟炸機的 完整的外型長這個樣子 那在之前呢 網路上曾經也出現過 不少關於轟-20的模型的問題 基本上都是猜測圖 但這不一樣了 因為呢 這都是相關軍事的愛好者之前 什麼民間企業 自行猜測的構型 這一次不一樣 這一次曝光的轟-20模型 可是怎麼樣呢 它可是由西安美聯航空模擬仿真訓練設備 公司所製造的 這跟大陸空軍呢 很多領域都有相應合作的 再加上這一張圖呢 可信度就被認為非常非常的高 好 陸媒呢 來看到叫做書建雜談 他就特別說 實際上啊 這已經不是第一次 中國官方這種隱晦的暗示 早在呢 怎麼樣呢 早在今年3月份的左右的時候呢 就來看到 其實他就 中國航空工業官方 就有透露出了這一張 疑似是轟-20進行風洞測試的照片 只不過呢 這張照片呢 還是呢 怎麼樣呢 是一個側面照 並不能夠很確定的 它完整構型是怎麼樣的 但是從照片上來看 轟-20的隱身戰略轟炸機呢 它可能使用的是非一佈局 叫做呢 可變垂尾的設計 等等會告訴你 它非常的強 好 那這是一種呢 就比美國的B2隱身戰略轟炸機 還要更加先進的 氣動外型的設計方案 好 它是贏過美國的 這個所謂的B2隱身戰略轟炸機的 好 這個非一佈局的好處呢 是不少的 可以最大限度減少了雷達 反射結的面積 意思就是它隱身能力更強 那提升就是戰略轟炸機的 隱身的性能 而且呢 但是它相對應的 非一佈局的控制難度 當然就變得很高 尤其是戰略轟炸機 它需要兼顧什麼呢 高速嘛 跟低速飛行的狀態的機種來說 如果不能夠好好解決 這個所謂的飛控問題的話 不要說進行跨洲際的戰略轟炸了 可能連正常的起飛都很困難了 因此來看這個叫做可變垂尾 就是中國大陸轟20可變垂尾 到底有什麼優點呢 好 這張圖就非常的清楚 譬如說來看到它是平放的 平的都沒有任何翹起來的 平放狀態呢 它可以充當主義的一部分 可以讓怎麼樣呢 隱身最大化 意思它就沒有突起來的地方 就不太容易被這些雷達所偵測到 好 這是平放的狀態 但是呢 它也可以變成怎麼樣呢 把它樹立起來 變成樹立的狀態 可以變成V型尾翼 就讓隱身來看到 變成最大化之外 它其實速度就會穩定非常大 它可以讓穩定最大化 好 那其實呢 中國的空氣動力研究 跟發展中心 就曾經專門 對於這種氣動布局 進行過相關的介紹 表示呢 在尾翼關閉的一個狀態之下 關閉就是平放的狀態之下 完全可以滿足飛翼布局 戰機在亞音速的狀況之下 高隱身的飛行 這隱身的能力很強 如果呢 在尾翼打開的時候呢 豎起來狀態呢 就可以滿足高速跟高動的 高機動的飛行 好 然後呢 對抗是側風的影響 而且是低速起降需要 它會變得更加的穩定 好 那再來看到是說 跟美國的所謂的 B-2隱身戰略轟炸機 是不一樣的 也就是呢 轟-20的隱身戰略轟炸機 它除了要承載 戰略和威脅的任務之外呢 還要承擔相當大的比例 就是常規作戰的任務 譬如說來看到 它可能攜帶什麼 遠程空地導彈打擊敵方的 防空系統的節點 以及來看到的是 高價值軍事的目標 或者是攜帶空射高超音速導彈呢 在遠洋地區 攻擊美國海軍的航母戰鬥群 這些相關的任務 所以呢 轟-20不僅對於 高低速飛行的狀態的切換 有更高的要求 同樣呢 也對於呢 飛行姿態的響應速度 有比較高的要求 所以陸媒就分析了 採用這種可變垂尾的設計 就是一個很不錯的選擇 而且來看到 垂尾的意面呢 跟控制力距是成正比的 那這次現身來看到 就是再放大一點點 殲-20隱身戰略轟炸機的 這個可變垂尾看起來呢 其實來看到 可變垂直的意面 不太算小 所以轟-20整體的空中的機動性呢 陸媒說毫無疑問 就是超過美國的B-2隱身戰略轟炸機的 另外呢 來看到呢 它內置的彈艙的尺寸跟深度呢 現在也被說是關注的焦點 也是衡量呢 轟-20重要的指標 譬如說呢 轟-20顯然不會呢 像所謂的轟-6K啦 轟-6N啦 這樣呢 進行呢 彈藥的外掛 彈藥在這個地方看到 它是外掛的 但是呢 它是屬於的 這一次轟-20是內置的 不過呢 就說到轟-20跟B-2一樣 他們呢 看到他們的發動機 是佈置呢 在機身兩側上面的 那這樣的機身 它中間的這個位置呢 它其實呢 還有包括了強度啦 空間最大的部分 中間這個地方 就可以拿來佈置一個重要的 內置式的彈艙 陸媒來看到 這叫做大國將令視頻 它就說 現在轟-20還沒有正式服役嘛 它在各方面的性能 當然只能猜測 根據呢 可靠的訊息來看 轟-20 其實就已經對標了 美國的B-2的戰略轟炸機 尤其就是呢 隱身跟航程方面 在隱身能力 一起來看看 像是隱身方面的話 說到這個B-2 美國的B-2 是超過了美國的F-22的隱身 戰鬥機 好 雖然呢 F-22 它體積更小的優勢 但是呢 B-2 它為了隱身的能力 它其實是做了很多的取捨 它捨棄的東西 包括什麼呢 讓機身更扁平 導致速度是無法超音速 它為了隱身 所以呢 變得怎麼樣 它速度沒有辦法呢 超音速 還有呢 它為了讓機身蒙皮沒有縫隙 所以它採取的是改造 是一體化的飛機殼 那導致呢 內部的容積相當有限等等的 這一套組合拳下來呢 雖然在很多性能參數上呢 限制到了B-2 但是呢 B-2的隱身能力也是相當的強悍 好 陸媒說 這是目前地球上 所有在意的軍用飛機當中最強的 那至於呢 大陸轟20 它的服役 應該就在隱身能力上 會超越了B-2 哇 B-2就已經夠強了 那大陸說呢 轟20比它還要強 而至少呢 是不會比B-2還要來的低 此外呢 B-2為了自己隱身的性能 導致自己速度沒有辦法超音速嘛 所以大陸呢 轟20可以採用更輕 更堅固的新型的材料 因此可以保證這個速度達到音速 陸媒還說呢 以目前中美俄幾家的技術水平來看 轟20的速度可以達到0.9馬赫 就算達標 如果能夠突破呢 因速就是技術上超越了B-2了 另外航繩方面呢 對轟20的影響最大 當然就是發動機心臟的部分 大陸來看到的是這個 所謂的大推力航發 涡扇20在很多的參數上呢 還目前沒有辦法 跟美國的大推力的航發相比 另外大陸的涡扇20 主要是用在哪裡呢 去運20嘛 但是呢 美國其實有一個C17 跟B-2它所用的這個發動機 就不太一樣 因此呢 大陸也說 未來可能也會針對轟20 研發出一款新的航發出來 這款航發的參數 在很大程度上 就會左右了轟20它的航程了 然後呢 最後也來看看是進氣道的問題 來看到B-2 美國B-2 為了獲取更強的隱身能力 然後呢 它的發動機的進氣口 在這個地方 其實佈置在了它的背部上面 那由於呢 它的進氣道跟噴氣口 不是一條直線 另外一個圖來看 這是呢 它的進氣道 好 這個地方 這樣過來過來過來 這個地方是它的一個噴氣口 它不是一條直線 是一個S型的 那會導致呢 B-2吸入了空氣是有限的 燃油的燃燒效率相對變低 在一定程度上呢 也會影響它的速度跟航程 好 這我要稍稍的補充一下 因為如果大家沒有好好講話 可能會不太清楚 隱身的戰鬥機呢 這個時代的時候 它的進氣道設計 就比較要求很多了 除了要進氣 減速的要求之外 就要增加它隱身的能力 這是隱身戰鬥機的要求 這個時候呢 就會像這個進氣道這樣子 這個是S型的 隱身戰鬥機的進氣道跟噴氣口 是長這個樣子的 是S的彎曲的 那這就是B-2它所採用的 但是呢 常規的戰機不是這樣子的 常規戰機的進氣道跟噴氣口是直線的 那所以呢 中國大陸 轟20在進氣道上面的如何佈置呢 就是一個大大的問題 跟大家關注的焦點 如果你像B-2一樣呢 將這個進氣道部署在背部這個地方呢 那轟20它的航程還有速度就會受到影響 如果你像的是常規的戰鬥機一樣呢 讓進氣口呢 跟噴氣口從這個垂直直線的話呢 那轟20的隱身能力可能就會不夠 因此呢 針對轟20的進氣口的佈置 可能也是可以看得出來 轟20跟這個所謂的B-2 技術差距的地方 如果你是對標它的話 那就跟它一樣 但是如果你跟它不太一樣的話 隱身能力又很強 然後速度又更快 那就是一個關鍵的看點了 另外再來看到呢 其實轟20被說 它必須要保證呢 最低就是能夠航程多少 8500公里的到1萬1000公里的航程 不然呢 就沒有辦法滿足呢 中國大陸空機和威者的需求 除了呢 在航程速度這些方面的硬指標之外呢 轟20跟B-2呢 可能在核彈頭的投射方式也可能不太一樣 譬如說 這轟20的戰鬥機 它像是扔鐵炸彈一樣 把這核彈頭扔下去 這需要B-2直接飛到敵方的上空 本土的上空 突破敵方的防空火力網 但是轟20作為是21世紀之後誕生的轟炸機 它可能有空射核彈頭能力 也就是說呢 在敵方防空火力網之外 好幾百公里的地方 就能夠把導彈給發射出去 所以呢 比B-2來說 還要更大強大 中美軍事博弈 尤其是大陸重返了海權 來看到是大陸家門口 您覺得美國有相關優勢嗎 美國 您支持 它動不動就在大陸周邊舉行軍演嗎 來聊天室 寫下您的看法 借多留言 以及按讚 我們先來看到大陸自媒體不一刀 它發文表示 美韓展開大規模的聯合軍演 又想在中國大陸周邊來火上郊遊嗎 文章就提到 8月22號的時候 美韓兩軍展開了 自2018年以來 最大規模的聯合軍事演習 從西方媒體的角度上來看 就說這次美韓軍演的目的 就是著眼在應對不斷升級的朝鮮 核威脅還有中國大陸帶來的挑戰 你看把大陸的威脅也拿出來了 演示時間會延續到9月1號 所以在這10天的時間裡 朝韓的關係還有半島的局勢 顯然就會受到持續的衝擊 有分析就指出來說 為了應對朝鮮之外 美國透過這次軍演把韓國拉到了 自己的小圈子當中 希望韓國能夠承諾在台灣 周邊局勢惡化的時候 能夠扮演反對中國大陸角色 但是您覺得韓國會重擊嗎 也來互動一下 我們先插體說一下 8月24號其實是中韓建交30周年 非常重要的例子 那大陸國務委員兼外長王毅 其實在跟韓國的外交部長普正 24號他們都會出席 在北京跟首爾同步舉行的 中韓建交30周年紀念活動 來看到大陸的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 栗戰書他也非常的重要 也很關鍵 他渴望在今年內訪問韓國 那韓令社引述多名的 外交消息人士就透露了 韓中兩國就正在推進 像是普正跟王毅外長 作為兩國政府代表的出席活動 並且為所謂 宣讀像是韓國總統隱習越 以及大陸國家主席習近平 的致詞等等的相關事宜 報導認為這次紀念儀式 由韓州的外交部還有聯合來舉辦 雙方的外長作為政府的代表 那他們也出席了 體現出中韓對建交30周年 賦予很大的意義 還有普正跟王毅 之前不是在8月9號 到了大陸青島舉行長達 5個小時的會談 就兩國選而畏決的問題 開城不公的進行討論 值得一提的是 來看到南韓的議長他也表明 他就任國會議長之後 就有收到這一位栗戰書的祝賀了 因此他就邀請栗戰書 要盡早訪問韓國 而且獲得了肯定的回覆 估計呢 韓國外交部門 以及大陸駐韓大使館 就會對相關事情 進行協調跟溝通 那目的怎麼樣 促成栗戰書能夠在 在今年內訪問韓國 其實在2018年 朝核危機很高峰的時候 栗戰書他其實當時就作為中共總書記 習近平的特別代表 當年9月就出席了北韓建國70周年的慶祝活動 因此就被外界認為 大陸周旋在朝鮮半島事物當中 他就是一個重要的人物 另外來看到大陸駐韓大使呢 邢海明 他之前接受了韓美專訪時就說 所謂的限韓令其實是子虛烏有的 去年以來呢 已經有包括十部的韓國電影啦 還有十部韓國的電視劇啦 四個韓國的遊戲重新登陸了 尤其希望中韓加強溝通跟交流 增進相互的理解 透過進一步的加強人文的交流合作 來推動國民之間感情早日恢復 好 談到了美國現在主導的晶片四方聯盟 Chip4 邢海明他就特別說了 大陸是全球半導體生產的大國 跟重要的市場 Chip4 想要把中國大陸排除在外 那它的出發點是錯誤的 中國大陸相信呢 韓國沒有針對大陸的企圖 大陸佔韓國的來看到 百分之六十的半導體的出口市場 希望呢 韓國能夠從自身利益出發 慎重妥善處理相關的問題 所以韓國呢 就被認為 根本不可能跟著你美國抗中 這一次的美韓軍演 韓國只想呢 著重在應對朝鮮 另外呢 補一刀也則是有提到說 對於美國發起的這一類的軍演 大陸態度都是非常明確的反對態度 主要就是因為這個軍演已經成為呢怎麼樣 和平解決半導問題的一大障礙了 因為這一次呢 它的名字叫做 已知自由護盾命名的這個演習 目的是在大概是經過了四年多的停滯之後呢 重建了所謂美韓的聯盟 那鞏固共同防禦的架構 從人數上來看呢 有數外名來自美軍跟韓國軍隊的官兵 參加了陸海空三軍的演習 規模是歷免之大的 最大的 而且這次演習當中還包括了 包括什麼實彈射擊的部分 那韓國媒體就透露 參加演習的武器平台包括什麼呢 像是有一些戰機啦 還有包括呢這個裝甲車啦 還有戰艦等等的啦 我們先來看看 聽聽看 影席樂怎麼說這一場演習的 文章 好 其實影席院政府上台之後 對朝的問題上其實實現了 比前任政府更加強硬的態度 但現在影席院民調真的有點低 然後甚至也把朝鮮直接定義為敵人 17號來看到影席院在慶祝二戰結束 朝鮮半島光復77週年紀念儀式上 他還特別提出來說 哎呀 只要這個朝鮮願意去核 那確保朝鮮半島東北亞 還有全世界可以持續的和平的話 韓國願意提供糧食生產 能源基建 港口現代化醫療建設 金融投資 這一系列的援助 他稱之為大膽構想 對此朝方也做出了嚴厲的反擊 比如說朝鮮勞動黨中央委員會 副部長金宇正 他發表演講 就表示說 朝鮮所謂的去核換投資的大膽構想 就是在做白日夢 他還批評韓國今天談論大膽構想 明天就強行北清戰爭演習了 半島局勢現在風雨飄搖嘛 現在韓國民眾 非常多民眾 都舉行了很多規模空前的 韓美聯席軍演的態度 他也是態度很不滿的 一直在抗議 比如說軍演開始的當天 韓國的和平統一開創者615共同宣言 韓方實踐委員會這些多個民間團體 就舉行了抗議 呼籲中斷韓美聯合軍演 和平統一開創者團體還發聲明說 韓美軍演可能會激化了韓朝 還有朝美之間的軍事對決 加劇的是朝鮮半島的緊張局勢 根本就無助於半島跟和平無和化的進程 所以您支持呢 美國主導的美韓軍演 把矛頭指向朝鮮跟中國大陸嗎 還是呢 應該緩 不要有這個相關軍演呢 來聊天室 一起來聊聊 其實來看到美國可以說 把大陸當成的最大假想敵 美國媒體最近不斷的炒作說呢 大陸在2030年會有5艘的航空母艦 還說美軍到了2030年只剩下了怎麼樣呢 水下優勢 您覺得美國又在炒作大陸的海軍實力 是真心認可大陸重返海權嗎 還是刻意炒作中國威脅論呢 來聊天室 我們一起來寫下您的看法 其實我們先來看到的是 環球時報旗下的微信公眾號 書命院10號呢 它提到了 美國報告顯示2030年大陸會有50艘航母 以及10艘的戰略核潛艇 還有18架的傳說中的轟20戰略轟炸機 書命院10號就說 說到製造所謂中國威脅論 美國真的可以是當之無愧的頭號玩家 在專家出面提出各種的警告 還有分析解放軍未來發展之後 美國智庫現在還能玩出新玩法 利用了電腦輔助程序的預測 把中國大陸在2030年會擁有 5艘航母10艘戰略的核潛艇 還有陸媒說仔細來看看美國這份 長達94頁的報告真的是服了你美國 因為這是美國海軍學會網站18號表示 美國智庫戰略和預算評估中心 它利用了電腦輔助程序 戰略選擇工具進行預測 說中國大陸在2020年代 依然具備有持續現代化的資源 而根據這個程序推算出來的數據模型 到了21世紀30年代的時候 中國大陸軍費就會高於通貨膨脹 3%的速度持續增長 這就意味著解放軍會有足夠的資金 用在建造什麼 航母巡洋艦 驅逐艦 運輸船 戰略轟炸機 以及戰略運輸跟加油機等等的 比如說他就提到了 中國大陸到時候就會擁有 5艘的航空母艦 以及10艘的戰略核簽訂 跟18架的轟20 美國的印太司令部的前司令戴維斯 他其實就跟這個報告的主要作者 叫彼安琪 他特別就說了 那戴維斯怎麼說 近10年大陸在雅丁灣的行動當中 加強了在遠洋持續執行任務的能力 並且迅速的學會如何跨軍中整合新戰力 戴維斯還強調說 這符合大陸到本世紀中夜 實現大國地位的長期目標 但是他認為面對解放軍 咄咄逼人 是他說的 他說美國還是擁有優於大陸的水下戰力 而這個應該設法來擴大這個優勢 好 美國的所謂的水下戰力等等會深度分析 美國是要預算嗎 另外再來看到 這份智庫看起來是言之鑿鑿的結論 到底是怎麼得出來說大陸有5艘航母 什麼核動力潛艦等等的 書密院說我仔細去看了一下94頁的報告 提到這所謂的圖表顯示這個報告 非常精準的預測說解放軍呢 其實海軍到時候有什麼 一艘的核動力的航母 四艘常規的動力航母 這些真的是的確有可能 因為大陸發展很快 然後還說有16艘的巡洋艦 45艘的驅逐艦 63艘的護衛艦 以及10艘的戰略核潛艇 18艘的攻擊核潛艇 以及來看到的是 有49艘的常規潛艇等等的 有50艘的地面 有50艘的地面 就像我這裏 有50艘的地面 就像我這裏 在這裏 像是兩次裏 好,一杯 像是一杯 有50艘的火